大家好,这是老陈,在我一个月前发布 那个,我喜欢蒙特利尔的18个理由的时候 我因为谈到了最后一个理由,蒙特利尔很自由 自由的成分当中呢,就有 换偶,这么个活动,在本地是合法的,那以后有一个朋友啊 他就通过微信加了好友,就开始跟我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问蒙特利尔有哪几家这样的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儿 我呢,就查资料给他说了,后来这个朋友问我 说,你想不想,弄得我好不好意思了 那现在我就正式说一下,我现在是不想 我并不是对于这种行为,这种生活方式,有什么歧视 实实在在我的状况也不太允许 我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的体力不行,我不能熬夜 这种活动啊,人家通常都是从12点到凌晨4点之间 发生的,俱乐部里头去的那种声音啊 那种音乐啊,也不是我所能承受的 我只是了解了解,比较感兴趣嘛,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比较新嘛 其实说新,也不是特别的新 不管哪朝哪代,哪个国家 以前就有,只不过没有人拿到台面上来说而已 实际上也说了,你看中国的那些传统的 那些老早以前的那些色情读 我比方说,精品梅啊,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里面都有 这样类似的一些描写 他有描写,肯定以前也就实际上有过这种事情嘛 如果在我的朋友当中,谁想真的体验这种生活方式啊 我现在呢,就把我的那个朋友给我说的 所以,各个方面的,我都把它完整的准结一下,这个视频可能比较长 然后呢,给您分享一下 就是,他们都是过来人,因为他们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活动 所以他们自己也准结了,所以给我说一下 我现在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嗯,好,那就开始吧 他说,第一点呢 你,就是如果带着你的伴儿 异性伴侣或者同性伴侣去那种俱乐部 就是换偶俱乐部,去消遣 去稍微体验一下换偶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话 首先,你们两个人要意见达成一致 嗯,你两个人要商量好 就是,都愿意,而且什么时候都可以停止 什么时候都可以再来 另外呢,就是要给自己 定一个规则 就是给你们两个人嘛,你要带着一个人去 你要定一个规则 规则 同时,你也要了解你的经常跟你 你的伴侣,他的那个规则 他需要到什么程度 你需要到什么程度,他接受你 去到什么程度,比方说接吻啊,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你要了解 了解得非常的细 咱们都是成年人,在这里我就不举例子了 因为那些话说上去,可能这个视频就要打黄标 打黄标虽然对我影响不是特别大 但是你的感觉不是特别的好嘛 第三点你要注意的就是 你首先要选一个,像我昨天给大家推荐的 开始,你找一个现实当中的你身 你所在那个城市里头的,比较高端的,比较贵的 一些场所,你先去体验一下 第四点,他们说呀,你呢 就要慢慢地把自己锻炼得非常的善于社交 英语说,you need to be social 因为这个,到俱乐部里去 就是,尤其换偶俱乐部里去,是跟人打交的 不是自贞自饮的,你要去 善于跟人周旋 你有些时候呢,对别人的一些动作 你要有所反应,但是也不要太夸张 太过火,什么都要做到 恰如其分吧 就是这四个四字格 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一点呢,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你可以先在家里头这么模拟着 做一个场景,跟自己的伙伴先练习一下 这样呢,你到那去,该什么场景说什么话 可能就是比较得体,而且你可能 体验也会不错 我的朋友告诉我的第五点是 你如果 想去那种俱乐部 其实这个俱乐部去,它是给你组织一种party嘛 就是一种派对 你要早一点去 你不要去了之后人家们 等于前面的那些热声都结束了 你是直接进入,谁都不会接纳你的 而且你也觉得怪怪的 所以呢,就是即使它可能 凌晨两点才开始 但是你也是要稍微早一些去 不要凌晨两点才去 说不定那时候人家俱乐部的门也关了 没人给你开门 你也是比较尴尬的 有的朋友可能就要说了 那我去那么早,这种事又不开始 那还是个尴尬啊 人家过来人就给我们提建议 说去了之后啊 如果有别的那个 就是客人吧 你可以跟那些客人聊天 说不定你们聊聊的 兴趣各方面都一致 你也比较喜欢 可能下一步你就比较好进行 另外呢 如果你去的最早 你还没有其他的伙伴吗 客人们还没有来 你可以找调酒师啊 或者是服务员啊 稍微聊一聊 就是你要跟人说话 跟人打交道 这样呢 你就可以放松 别人呢 也可以放松 紧接着到时候呢 你就进入状态了 第六点 你就是通过网上 或者你周围参加过这种活动的人 你了解一下他们在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 一些行话 经常参加的人 不管什么活动 或者是 哪怕做生意吧 他都有一些 他们那个圈子里的话语 你必须多少要了解少一点 不然的话 你可能会非常的麻烦 你光学那个话 你可能就是 一个晚上啥心情都没有了 至于是什么话呢 因为我没有参加过 我也不知道 各个地方都不一样 英语、法语都不一样 所以呢 你要找他们参加过的人 然后了解 第七点 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嘴里要弄干净 你不要喝太多的酒 喷着酒气 去那个 别人一闻到你身上有酒味 或者呢 你是吃了凉拌黄瓜呀 凉拌茄子呀 这中餐的凉拌类的菜 嘴里有蒜味 别人也会非常反感的 你去了之后 肯定也是 你给别人感觉不好 肯定别人也对你也感觉不好 你可能就会非常的扫兴 第八点注意的 他就是 你要 不要有太高的期望 你不要想着你在家里头 你们可能老夫老妻在一起 那么过性生活 可能是 不如你去换一个人 体验会更好一下 不一定 可能换一个人 反倒很多很多的不和谐在里头 但是你要慢慢的 这也是一种 一门技术 一门手艺 得慢慢来 第一次去 可能就是感觉会很怪怪的 根本就没有心思去享受其中的乐趣 所以呢就是你要给自己定的目标不要太高 不要想着去了之后就上了天堂了 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才能够上天堂 第九点非常的重要 那个朋友说 你如果是男性 你带着一个女人去的话 或者你自己去了 有的别的女人把你接纳了 你什么时候你都不要采取主导 要让女性主导一切 就是他想怎么样 你就怎么配合就行了 你什么时候都不要以你为主 为轴心 为中心 为核心 这可不是国家领导人选取 很多时候男性好像占点多 而在这种去脱部里头 所有的人 他这种普世价值都是以女性为主 女性想怎么着都行 而男性呢 你想怎么着反倒不行了 所以呢 你都要 什么时候都要看女性的眼色 去行事 第十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你呢 最好最好啊 你不要一去就尝试这种 换物 你可以带着你的伴侣 先去看那么几天 不坐 你就是坐在那喝着酒 别人在那坐你看 也可以跟别人聊天 先适应 你或者呢 你可以先参观一些 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party 然后你或者是找那些 参加过这种活动的人 你去了解 取点金 然后整个到心态各种各方面都适应了之后 然后你再做出下一步的行动 第十一点也就是最后一点 也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不管你去你的这种换物进行到哪一步 或者光看 或者是自己给别人展示 或者是跟别人实际的交换 不管不论如何 也不管你是刚刚去 还是这个场所里的老鼠 你跟每一个这种另外的一对你不了解的 常新鲜的时候啊 你呢 都要跟人家交流 全程都要交流 你可以交流的方式很多 你可以去了解 所以呢 你如果闷声的什么都不说 那你跟畜生就差不多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人家说是主要大家都来求乐子的 你得给别人来快乐 快乐大部分呢 就通过这种互动来完成 所以呢 自始至终你都要互动 你哪怕是这种事情结束了 你也要很温柔的安抚 你的伙伴呀等等 他说了很多很多 下面呢 我就不方便给大家说了 好,那今天关于这十一点 你去患有俱乐部 体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时候的 所注意的方面 我就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 新朋友们 订阅一下 老朋友们 也谢谢你们了 好,谢谢支持 再见 拜拜